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节看一下 第二节我们来看一下 第八章的第二节 看一看 第二节说 他的儿子就没干好事 没有跟萨莫尔学 所以呢就做得不够好 他的儿子呢就有一些问题在 第三节吧 就是他那个儿子嘛 是第几节 第三节吧 第三节 OK 第三节 So they turn aside 这个turn aside就知道了 他是没有走在正道上 走歪了 对吧 怎么样 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怎么样 Happy 怎么样 听得到吗 OK 好 我想他的意思是第八章的第三节 OK turn aside 我们前面强调的是说 这孩子都没有走在正道上 照着他父亲做人处事的道理去做 萨莫尔当然是一个很适师嘛 当然是一个很公义的人啊 所以他的孩子没有走在他的正道上 这第一句肯定了 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下一句说 turn aside 我们当然就能理解 他们是走偏了 对吧 走邪路了 走歪了 然后他们是怎么走邪路的 After dishonest gain 如果这个事情是dishonest 比如说我们做生意 我们做读书求取学位 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是dishonest 不诚实的方式去得到他的 比如说我们做弊得来的 我们做生意呢 故意诈骗我们得到的这个生意 这个叫dishonest Dishonest gain gain是指他得到 他怎么获得这个东西 他获利 所以他是不诚实的这种获利 所以他们就走歪了 那是经过什么样的情况呢 他们是dishonest again 他是不诚实的获利 然后他还接受更坏的 你看accepted bribes bribes是我们的贿赂 他还接受人家的贿赂 happy还在吗 ok 好 ok 你是这个pervert这个字比较有问题 是不是 pervert pervert这个字啊 有很多可以说 pervert这个字 pervert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ok 我们来看看 pervert 首先讲一个人 如果说这个人 我们同事里有一个人 he's perverted 这个字很不好很不好 ok 特别是讲男人的时候 讲这个人perverted 就是指这个人很不正常 很变态 而且通常指的行为不端正 通常是指有一点男的有关性方面的问题 ok 他有些变态 比如说他 他随便乱讲 比如说他有特殊的性癖好 或者他喜欢做一些某些很奇怪的事情 很扭曲的事情 我们这个叫pervert ok 好 在pervert 所以可以讲一个人perverted ok 我们不喜欢这个人 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变态 很不正常 我们可以讲他perverted ok perverted 他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有把什么正常的东西变成不正常 扭曲了 比如说我们常常讲一个人 什么事情 黑白颠倒 这事情该这样办 他就没这样办 他黑白颠倒过来了 这个就是pervert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句子里面说pervert ok perverted justice justice ok justice 有没有人不知道justice 是什么意思 justice justice 公正 公义 对吧 公正 ok 很公正 justice 正义 正义 justice 我今天为什么打这个官司 因为我在寻求正义 ok 我为了我的邻居老王出来打一个官司 我为他作证 因为为了justice 为了公义 为了正义的关系 perverted justice呢 你就等于把这个公义怎么样 黑白颠倒了 黑的变白 白的变黑了 就扭曲了 就变态了 就变形了 这个叫perverted justice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所以他这两个儿子做的事情可怀可怀了 ok 好 他说什么呢 他是 他全部都走偏了 他两个儿子都走偏了 那是因为怎么样 他们有dishonest game 他们不利 不意之财 ok 这些都是不诚实得到的东西 而且他们还接受贿赂 而且他们怎么样 还扭曲了这些正义 正直 ok 扭曲了正义 所以这个儿子等于坏事都做了 是不是 ok 好 所以他们turn aside 他们才会走偏 因为他们为了要求取这些不义之财 不义的获利 dishonest game 所以他们就turn aside 否则的话你不会走偏 你还一方面想走正道 然后你还能获得不义之财嘛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所以一定是想要获得这个不义之财 所以才会走偏 turn aside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有没有解释了 还有没有问题 老师这个我明白了 就是我还想明白 就是你turn aside 他俩是一个词组 还是turn after 就是这不有三个词吗 这三个词是哪两个词组 turn aside turn aside after after 是这样子 after 给你的感觉是说 对 turn aside turn aside 然后after 的作用是什么 他在追逐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不是常常说这个人淡薄名利 他什么也不求 他不是 他是after 追在什么的后面 他为了要追求dishonest game after 这个 然后他们还做什么 还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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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after 有这个意思在 他这个人呢 就是追求名利 他追求女色 比如说 那这个after 后面就是放你追求的东西 你追求名利 你追求女色 那个after 后面就放那个东西 他们呢 兄弟俩呢 是追求dishonest game 不义之财 ok That's the reason why turn aside so turn aside 指的是他们 刚好回应前一句 他没有走在他爸爸的正道上 他爸爸in his way 这个是samuels way 他没有走在他爸爸的正道上 他们俩人都走偏了 都走邪路去了 ok 做坏事去了 为什么 他们为了要获得这些不义之财 为了要接受贿赂 而且他们还扭曲了正义 一定要扭曲正义才能获得不义之财啊 是不是 ok 好 ok 还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的经文 没有了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ok 昨天 昨天就有一句啊 昨天有这个after 就是表示跟随的意思啊 我现在找不着了 就是应该是昨天吧 我应该没记错的话 就是跟随 after 要看你怎么用 昨天有一个 我说这个是seek after 找 after 找 after 找 after 我没听清楚昨天是哪里 我找不见 找 after 找 after 昨天是 就是好像追心还是追什么东西 追 对对对 昨天有在讲 我找不见了 我不记得是哪一节经文了 找 after 找 after 找 after 的时候 我有讲这个 Sought after 对 S-O-U-G-H-T Sought after 所以 不知道在哪里 昨天那个 就是跟随after 就是把那放在前面 我们追逐 追逐这样的东西 你追一个东西 一定要你在它的后面 对不对 王飞在前面跑 我在后面追 一定是这样 不会我走在王飞的前面 对吧 所以是after 一定是这样子 我追刘晓晋 一定是我在他身后追 哎呀刘晓晋给我一个签字啊 签名啊 我一定是这样子的 OK 好 好像没有看到 Sought after 在这里 七章二节 有没有 Sought after the Lord After the Lord 这个 这个是好的啊 After the Lord 我们 我们任何时候都是 神在前面引导 我们是after the Lord Right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再看看今天第八章 第八章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刚刚那个第三 也是有很多的生词 比较多的用法 OK Displeased Samuel Displeased Pleased 可以做动词用 让取悦某个人 比如做太太的 你应该取悦你的丈夫 Pleased your husband Right Pleased 做动词用 Displeased呢 就让这个人 不高兴 让他不高兴 所以 这件事情呢 就让Samuel 很不高兴 This displeased Samuel 让Samuel 很不高兴 OK 好 老师 请问一下第七节 第七节 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动词 reject 对 reject 后面跟is 就是这种搭配 好像没见过 appoint 后面跟is 是见过 consider 跟is 是见过 但是reject 后面跟is 就是没见过这种 好 他这里 你先了解一下 他的句意 意思在这里 OK 这个不寻常 很少这样用 OK 我现在 比如说 我现在要出来 选这个 咱们这个村的村长 我要出来选村长 但是happy 也出来选村长 你们大家都喜欢他 你们不喜欢我 you reject me as your 什么 your village leader 作为你的乡的 村镇的这个 村长 拒绝我 坐什么位置 这个就是as 什么什么位置 OK 所以这个地方指的是说 其实你可以讲 they rejected me 就一句话就可以 他们拒绝我 但拒绝我 他后面要多解释一下 我 耶和华这个地方 解释的很清楚 就是说 他们不是讨厌你 OK 不是说他们不喜欢你 所以叫你去选王啊 什么什么 就是说 因为讨厌的儿子 或讨厌你啊 什么 其实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 他们讨厌我 我本来就是他们的王 不是吗 犹太人的王 耶和华 就是他们的王 但是他们现在是拒绝我 做他们的王 they have rejected me as 谢谢老师 清楚了 清楚了哈 清楚了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有问题 这个第八节的 for sake 应该大家都认识吧 for sake 离弃啊 OK 离弃我 我们常常祷告的说 耶和华 你不要离弃我呀 right 我们祷告的时候 求神 求神 降下圣灵与我们同在 神你不要离弃我呀 不要离弃我 虽然我不是个好孩子 所以我 我常常做不义的事情 我常常犯罪 I have sin OK 但是神你不要离弃我 for sake 这里讲的是 犹太人离弃他 离弃这个 老师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是别的词 就是 Bring up brought them up 就是这里 他没有用 Bring 对 他没有用以前 Bring up 以前的那个意思 Bring up 他 他有一个 扶养长大的意思 但是他这里是 是 把他们领到 领到 迦南地 迦南地在爱迪的上面吗 所以用up吗 不是 OK Bring them up OK 把他们带出来 带上来 迦南地的地势是比较高的 可是中间还隔了 你记得他们中间 还要过那个沙漠 对不对 过红海 然后后来又过这个旷野 40年 然后最后才到迦南地 现在的这个句子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不是 他为什么用brought 是不是 还是为什么用up 对 我的意思是 他为什么用up OK 一般来讲 埃及的地方 地势是比较高的 OK Bring them up OK 把他们带上来 然后你再往迦南地的时候 地势更高 所以他们原来 就是亚伯拉罕 他们原来在的那些地方 在埃及之前 他们所在的那些地方 他们的地势 那个地方都是比较低 然后他们要去 这个道理 就像我现在去耶路撒冷 每次去耶路撒冷 他们说 go up to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城 地势比较高 所以他们后来 约瑟的时候 把他们家人 七十几个家人 通通都搬到这个埃及去的时候 they went up to Egypt 因为埃及的地势 比他们原来 家商的地势要高 所以他们是 went up to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埃及那种比较繁荣的地方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要上北京城 我们一般都会这样讲 上北京城 是不是 因为北京是个大城市 是的 我现在去上海 北上往 就是 往大城市去 对吧 我要上大城市去 我是从杭州来的 杭州当然是比较 比较小地方 小县城地方 小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 brow them up 我把他们带上来 up 从埃及出来 out of Egypt ok 所以这个有up 没up的话 纯粹是讲话人 他的语气 他觉得能用什么 其实你这个地方 你直接说 I brought them up I brought them out of Egypt 是完全通的 你不加这个up 是完全通的 这个语法没问题 但是我要强调 是说 你说没关系 因为他他加了up 我就 如果说我不看汉语意思的话 我就自己的话 就会把它 跟bring up 那个抚养长大 那个意思 就是联系起来 我就会混了 就不会把它翻译成带来 带上去 带到加拿美地 如果不看意思的话 完全就理解为 抚养 抚养他们在旷野这样子 是 这个不用up 其实是ok的 这个语法没有问题 但是加了up 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把你带到一个 更好的地方去了 对吧 你在埃及那里 是给人家做奴才 对不对 做奴隶 我现在把你给带上来 就等于到了旷野 再到了迦南地 你们都可以分地了 不再像以前是奴仆的 这个身份了 是不是 of course brought them up ok那如果说 我把这个孩子 含辛茹苦 把他抚养长大 我也可以说 I brought you up 儿子 I brought you up 我把你抚养长大 right I brought you up 这个 这个brow you up的时候 你不会去想到 别的说是 带上来或怎么样 而且说 母亲把他抚养长大 为什么up呢 你看他小的小baby的时候 矮矮的只有一点点 长大成人之后 可能17几18几公分 那不是一个大孩子吗 of course up brow them up right brow him up 所以这个是抚养 所以你要看上下文 你不能单纯就是 oh看到brow的 就想到抚养 不一定 不是这样子 ok 好的老师 是的 是的 你讲得很清楚 是要看上下文 上下文来理解 that's right 好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有问题 这个solemnly 我们以前讲过 solemnly有几次了 这个in 是不发音的 每一次当你看到 m跟in的时候 它最后一个音只发 m 它的in是不发音的 我音这个in不发音 所以我们是solemn solemnly ok solemnly 好 有没有其他的字 其他的问题 这个刚刚有听到 大家读念这个战车 charius charius 所以charius charius 是我们的战车 charius ok ch 这个音 charius 老师 老师 这个charius 它对应的 那个秦始皇陵兵 有那个八大世界奇迹 好像有这个词 但是我忘了那个怎么说 我觉得好像也有人把 秦始皇的那个秦 那个叫什么 秦勇是不是 还是什么 埋在铺里面挖出来的那些 那里面也是有战车的 那个也是战车叫charius 他们一般也翻做charius 对对 英国这个词 那那个有关系 但是以前有好像 据我所知 我不知道对不对 好像在旧约时代 那个时候的战车 罗马时代的战车 是两轮的 它不是四轮的 它是两轮的 然后我们后来秦始皇的 好像我看都是四平八文 就是四轮的了 秦始皇那是四轮 而且秦始皇的那战车 是非常雄伟 很巨大的 非常大的 而且很装饰的 很漂亮 很那个什么的 是这样子 罗马时代的时候 好像有的只有两轮 然后问题就在于 它那个两轮 而且他们是有的是铁 好像是 我们前面有读到那些战车 有的是什么铁 是什么铜做的 这个如果跑到那个什么 软泥巴里面 陷到烂泥里面的时候 那个战车就形同废铁 一点用都没有 不是像我们这样 现在是什么轮胎 或者什么 那时候没有轮胎的概念 那个轮子就是 只是铁啊 或铜啊 这样子 所以一旦陷到 泥桩里面去的时候 就完蛋了 这样子 OK 这个是charius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俊老师 你说 那个refuse和reject 有什么区别 very good 这很好的问题 OK 好 very good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OK refuse right reject OK 好 refuse是什么意思 refuse 你怎么用refuse 你想想看 你怎么用refuse refuse 控火 refuse 跟reject 这两个字 你先讲refuse 你什么时候用refuse 这两个都是动词 首先都是动词 然后refuse 是指什么 refuse的意思比较温和 比较温婉 所以通常是我们 所以通常是我们 婉言 我们温和的 回绝人家的好意 或者是比如说 人家送礼物啊 你送我一个大赚戒 我说哎呀 无功不受禄 我这个refuse 我要拒绝你这项礼物啊 或者是也可以 我拒绝给人家做事情 你来拜托我 把你二姑妈 三表姐 介绍到我们单位来 这个不行 我必须refuse refuse OK 拒绝这件事情 所以我拒绝帮你办事情 我拒绝你的礼物 或者是我拒绝你的好意 我参加完party 哇 一个男生过来说 要送我回家 I refuse it 我说不用了 不用了 我可以自己坐出租车 就回家了 或者是我等我表哥 来接我回家了 我就这样 refuse OK 这个是拒绝人家的好意 拒绝人家给你做什么事情 拒绝人家的礼物 你都可以用refuse 好 reject是什么意思 reject reject跟refuse不太一样 reject通常呢是 有没有听过照章办理 公式公办 OK 我坐这儿就是 专门发什么资格证 或者发什么东西 或者是这审批的东西 你这个东西不合格啊 不行啊 我就给你reject 给你退戒 OK 所以你不合标准 首先reject都是不合标准 不准的东西 或者是不合人家这个计划 或者人家这个企划案 你这不行啊 你做的不好啊 你这个功课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教功课 你这功课写的不完全啊 大家都写20页 你怎么只做5页呢 不行不行 老师把你的功课退回去了 这个叫reject 而不是refuse OK 我们用老师跟学生做例子来讲 教师节的时候 你送老师一个 一个什么 送个卡片 老师收了 你送一个什么很贵的东西 一个名表 送一个劳力士金表 这老师说不行不行 这个太贵重 我不能收 他可以refuse你 我拒绝收你这个东西 OK 这个跟这个什么合格不合格 什么没有关系 就是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本身我不能做 我不能收 所以叫refuse 然后你交功课上来 你做的不好 别人都写20页 你只写5页 而且你还写的清零八落的 里面也没有好好的举证 老师说你这功课回去重写 reject 他是reject你的东西 那就不用refuse 因为你低于标准 你没有符合我做这个功课的标准 你这个样子不行的 OK 你要回去重做 这个叫reject OK 我要去申请一片土地 跟这个城市申请了土地 然后申请半天 几次都给我打下来 reject我 为什么reject我 哎呀 你漏了这个资料 你漏了那个材料 你没有把你的年收入填上 你忘了写你老婆的财产 那这我们怎么审批呢 不能审批 文件不符合 不够 所以我们reject 退件 OK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在 你不符合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把你退件 OK refuse是拒绝 你给我送个礼啊 送块黄金啦 想要来贿赂我啊 什么的 我refuse 我拒绝你 不行不行 咱们照章办理 你不能这样做 OK so refuse跟reject 这样有没有清楚 还有没有问题 清楚了 谢谢老师 清楚了 清楚了给我讲讲 pervety的咱念呢 就那个啥语 哪个字 就上头这个 pervety的 咱读呢 给我讲讲这个意思 给你教教我 OK 好我们刚刚讲过 pervert 这个字原型是pervert pervert pervert 对 通常都是指不太正常 人家正常的该这样做 你呢 是不正常的那种 有一点就是变态啊 不好啊 扭曲啊 有这样的 颠倒黑白呀 颠倒是非呀 这个是pervert OK 如果我们一般在口语里 常用的 讲男的 特别是指男同胞 he is perverted 我用这个词 perverted he is perverted 讲的是什么 这人有点性变态 这人内方面有点问题 他老是上班的时候 在偷看那种东西 他有的时候 会偷偷到女生厕所 这样那样 这种叫perverted perverted 就是指他有那方面 不太标准的行为 不太正常 这个叫perverted 那我们做动词用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的是 perverted justice 他的两 萨摩尔的两个儿子呢 perverted justice justice我们知道是什么 justice指的是正义 公义 对不对 正义 他把正义都给扭曲了 都给扭转了 他必须要这样做 才能得到好处啊 本来是该守正义的 他应该遵循 他爸爸的正道来做 Samuel做的多好 对吧 这两个儿子都不照 他的规矩来做 所以他们就扭曲了 这个正义 扭曲了这个公义 这个就是justice perverted justice 所以perverted在这里 做一个动词用 他把后面这个东西 给扭曲了 黑白颠倒了 该是黑的 他把它变成白 该是白的变成黑了 这叫黑白颠倒 颠倒 这个叫perverted 扭曲什么事情 扭曲什么事情 perverted perverted 重音在第二音节 perverted perverted OK 好 Good 非常好 我们问题 现在今天都很好 还有什么问题 Very good 大家越来越厉害了 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生词 看一下我们的经文 十一节 十二节 十二节没有什么问题吧 Rip the harvest Rip 我们学过这个字 Rip是收获的意思 Rip 那个路德记里头 路德不是跟在人家后面 捡那个卖穗的 掉下来的骨子吗 他人家在收获的时候 Rip harvest 这也是Rip harvest 人家在收获的时候 他跟在后面捡 人家掉下来的东西吃 这个是Rip harvest OK 好 还有什么 我们今天perfumer cooks 还有bakers 这些都是工作 职称 做香膏的人 香膏的师傅 cooks注意 cooks这个不可以加一二 加一二变成东西 而不是人 比如说我们刚买一口锅 那个锅叫cooker cooker pressure cooker 就是我们的高压锅 什么什么锅 什么什么锅 叫做cooker 加一二 所以不要以为加一二 是那个煮饭的人 不是 OK cook本身 cooks本身就是煮饭的师傅 我们叫厨师 cook 大师傅我们可以叫chef 另外一个是chef OK chef baker呢 是做烘焙的 做烘焙的师傅 OK 这些都是女人做的工作 OK 所以要要注意就是你用cook这个字的时候 加一二不是等同于人 而是变成东西了 变成锅子了 OK cook cooker是锅子 OK cook才是人 OK 如果是讲大师傅 chef chef 这个发音非常特别 你一听就知道 它不是正统的英文出来 它是一个法语字出来 叫chef chef ch我们不发ch 而我们发ch chef chef OK 我说我爸爸在五星级大饭里面 大酒店里面做chef 他做厨师长 做大厨师 叫chef 普通一般小 小咔咔在他下面做事的 那些小师傅 做做面点的 做汤的 或者做素菜的 那个叫cook cook是指人 cooker就变成锅子了 OK 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不是要讲18节的那个 in that day 好 来 很好 我们首先 我们看一下18节 in that day 我们一般常常看到day 在那一天通常是on that day on 哪一天 on the day of 25th 25号那一天 我们学校办运动会 on 我们通常都是用on 好 特别指明是tuesday 星期二 星期二 on tuesday right 一定用on 这个情况为什么用in that day 为什么用in呢 in跟on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有没有想到 你先看看句子的意思 他有没有特别指哪一天 星期二那天上帝要跟你们怎么讲 星期三那天上帝要跟你们是这样子吗 他指的是什么 你先看看这个句子的意思 就是到那一天也不会应语 就一直到那一天 好 这个in that day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点tricky 你看啊 前面一开始 when that day comes ok 当那一天来的 那个时候 这个day 注意这个时候呢 不要翻成那一天来了 那一天就变成 三月八号 四月九号 五月十号 那是那一天 我们这一句的要翻成 你注意中文翻成 那个时候 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 ok 他翻成那个时候 什么时候呢 you will cry out for relief from the king you have chosen 就在那个时候 你们会因为 你们就是耶和华神告诉他们 你们选这个王以后 你们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在那个时候 你们会为你们自己 所选的王 而cry out for relief 像这个 像这个 这个哀求耶和华 你们会向耶和华来哀求 哀求怎么样 哀求你们能够逃离 这个王的手下 从王的手下 给解救出来 从王的手下 因为王不会对你们好的 他会叫你这样 叫你那样做好多 然后会把你们的女儿 抓去做什么 你的儿子要去帮他 做什么事情 你们通通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当你们在cry out的时候 你们在那里大声呼求的时候 Hello The Lord will not answer you in that day 所以这个in that day 不是那一天 3月8号那一天 耶和华神不理你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那个时候 in that day 是那个时候 当你在那里哭求 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哭求 你哭吧你 OK 上帝不会理你的 你哭求的那个时候 上帝不会理你 所以这个 in that day 指的是那个时候 而不是那一天 不是说specific特指的某一天 所以我们如果是特指某一天 下礼拜三全班通通要参加运动会 Next Wednesday On Wednesday 我们就要用on了 对不对 我们有特指的那一天 on OK 哪一天 我们在下个月的5号那一天 on the fifth 就是我们用on 因为在5号的那一天 on the fifth 这个地方in that day 只有一种情况 因为是指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当你们选出这个王 然后你们去哀求 你们被这个王把你们压榨的 你们受不了了 受迫害了 来跟耶和华神求告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耶和华神 根本不会理你 OK 所以用in that day 而不是on that day OK 这样有没有清楚 所以in that day 跟on that day 是不一样的 好 这样一个清楚了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老师 请说 Attendant 陈璞这个单词 是没有错 Attendant 对 怎么样 他 有一个 有一个单词 观众那个单词 跟这个 长得有点像 没有去分 没有去分 Attendant 是不是 我们来看看 这个字 这个Attendant这个字 其实以前是很有学问的 常常有人有用 你记得吗 以前我们 什么 我们叫什么 空中小姐 空中少爷 我们叫Fly Attendant 是不是Attendant 你这个怎么听 Attendant FlyAttendant 我们以前是叫FlyAttendant 所以FlyAttendant 是什么意思 真正是什么意思 字面上看是什么意思 FlyAttendant 是在飞机上 服侍人家的人 听命于人家的人 我叫你过来 给我倒杯果汁 我叫你给我拿杯咖啡 我叫你帮我 这个孩子 拿两张纸巾来 我叫你帮我把这个灯 给我关小一点 这个就是Attendant 有没有 所以就是随时听命于人家 随时去伺候人家 随时去照顾人家的 那个叫Attendant FlyAttendant OK 所以我们以前叫什么空服员 有没有 什么空中少爷 空中小姐 什么 现在都叫什么机组 叫什么空服员 什么 就那个服字 就是服务人家的意思 OK SoFlyAttendant 好 这个Attendant呢 在有钱人家里面的 都会找一些这个仆人啊 或什么随时在我身边 听命于手 我手一抬起来 他就知道了 我热了 拿个扇子给我扇扇 我这个手再抬起来 就知道要给我擦汗了 我那个什么 怎么一个动作 他就知道他该来伺候我了 这个叫Attendant OK Attendant 好 另外呢 就是说你 你刚刚讲的是这个什么 观众是不是 观众 OK 我们常常在听众啊 观众啊 什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字叫 audience OK 其实不太像吧 audience audience是我们的观众 OK 这两个字长得像吗 Attendant跟 audience 像吗 我真的不像 我不像老师 这个叫audienc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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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IE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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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C是放S的音 aud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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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N要出来 audience that's right 我现在在这里 跟大家 各位听众 大家好 各位观众 大家好 my audience 我的各位观众 朋友们啊 我是什么 这个就是audience OK audience 收音机 电视机 前面的什么什么 这个观众啊 这些听众啊 都可以叫audience OK audience Attendant 他有没有那个 参会人员 参议员的那个意思 参会 怎么样讲参会 比如说参加的人员吧 是 有没有那层意思 我就是看见这个 单词的时候 我 我并不知道 他成仆的这个意思 而是反映出来 模模糊糊 好像有 有没有那个参议员的 你如果说 你如果叫人家 是Attendant的话 人家会很不高兴 我现在去参与 你那个会 你说 各位Attendant 我告诉你 我明天就不理你了 所以 我们这个Zoom 里面就有参会人员 Participant 怎么样 Participant 这个叫 Participant 比较好听 Participant 是参与这个会 那咱们大家都是 平等的 地位是相等的 Attendant 你是在那里听命的 随时后招后传的那种 比如说现在开 人民大会堂 开第二十届 什么什么 人大会的时候 不是有训练 很多漂亮的小姐 有的 我现在不知道 穿什么制服 穿旗袍 穿什么 给人家倒热水的 扶这些老代表 去上厕所的 给人家发盒饭的 照顾人家 什么什么 那个叫Attendant 老师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Attend Attend 它的动词 是不是有那个 参加什么会议的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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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可以 Attend 我想到这个了 我想到这个了 Right 可是跟Attendant 是不太一样的意思 你要小心这个 所以你说 所有参会人员 如果你叫大家 是Attendant的话 我告诉你 明天没有人参加 你的会议 OK 所以 Yeah That's right 知道很清楚 Attend Meeting 和Attendant 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OK Attend 对 所以要 要小心 这个用字 OK 好 还有那个 Attendance 还有一个是 比如说 我们 我们讲一个 这个好了 这个Attend 可以讲 很多字 分出来 很多字 Attend 是一个出席 对不对 这是一个动词 OK 好 Attendance Attendance 就是出席 OK 出席 现在的出席率 怎么样 你把你儿子的 出席的 出席表 拿来给我看看 你看你儿子 根本就常常 不出席的 OK Attendance 这个Attendance Attendance 还可以说 Attendance 值班 今天晚上 Who is the Attendance 今天晚上 OK 那今天晚上 他值班 他Attendance His Attendance 值班 OK 所以Attendance 指的就是 出席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在那里 当班 OK 这个是Attendance Attendant 这个你就要注意了 Attendant 就是我们刚刚那个字 你不要随便用这个 OK Attendant呢 一般就是指那些 服侍人家出席那里 帮助人家的那些 OK 你比如说像人大会在那里 扶老代表 上厕所的 或者是给发盒饭的那种 你要倒茶水的那种 OK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Attendant 本身就有服务员的意思 现在在中国一般 可能比较恰当的叫什么 服务员 OK 就是听差的在那里 伺候人的叫服务员 OK 他跟那个waiter 有什么不太一样 他比waiter好听 他比waiter好听 Attendant 但是呢 waiter again 在美国 waiter这个字 我们 我们是外人 讲这个职位的时候 我说我儿子 现在在餐厅 做这个跑堂的 我可以说 他现在是一个waiter 我可以这样说 is a waiter 但是当念 面对面的时候 你把那个人叫来 你不能 如果你当面这样叫 Hey waiter Come here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理你 因为waiter是一个 比较不尊重人的说法 一个叫法 一般在美国 我们不这样叫人家 我们就是说 Excuse me May I 什么什么 Excuse me 你用Excuse me 一句话 引起他的注意 然后他就到你这边来了 他如果自我介绍 他可以说 就是说你不能说人家 当面说人家 但是他自我介绍 可以说 您好 我是张三 今天晚上 我是你们这一桌的waiter I'm your waiter tonight 我可以这样介绍 我自己 但如果你叫我的时候 你说 Hey Jane 那个waiter 给我过来 waiter Come here 你一叫出来 所有餐厅人 会觉得你非常没有叫呀 他可以自称 他是waiter 我们在谈论的时候 没有他在场的时候 我们说 刚刚那个 那个穿深色衣服的 那个waiter 他怎么样 他服务态度很高 我们可以称呼他 说他是waiter 可是当面对面的时候 不可以直接叫人家waiter OK waiter waitress 女的叫waitress 男的叫waiter OK 所以这个都是要很小心 我们在餐厅里从来不叫 中国人习惯什么 叫服务员 是不是 就叫服务员 就叫人家过来 这样子 OK 那在美国的话 不方便这样叫 你就是叫人家 Excuse me I'm sorry May I 我可不可以有一杯水呀 请你倒一杯水 可以吗 都是要这样 很客气 OK 这个是 一个是waiter 一个是waitress 这是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OK 好 waiter waitress 好 还有 这里面学问可多了 很多 对 然后 比如说 这个人 他是在那个 你知道有的时候 餐厅有时候会有一块 他有酒牌 可以卖 餐厅如果要卖酒 在美国是要有执照的 所以他可能有一个小酒吧 在里头 一个柜台的里头 那那里就有 Bartender OK Bartender在那里给人家 倒鸡尾酒啊 倒什么 这个也是赚不少钱的 他主要做这个呢 就是当你在等着上菜 或者还没有等到桌子的时候 那我就卖你几杯酒啊 什么的 也可以赚一点钱 对吧 这个叫Bartender Bartender Bartender 做Bartender的人 自己觉得自己蛮 蛮清高的 觉得自己可高上 他觉得他比那个端盘子的waiter 清理桌子的waiter 他比他可高上了 OK 所以你不要随便叫他 把他以为是waiter 他会马上告诉你 I'm a bartender I'm not a waiter OK 因为他的工作范围 只在那个那个bar里面 他在给你倒鸡尾酒 倒弄一点喝的什么东西 或倒点饮料 你千万不要指望他 你给我过来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张桌子来 给我把这个给擦干净 给我把那个给拿走 No 你不可以做这样 你这样做的话 他们会觉得你是非常 非常没有礼貌 非常粗俗的 OK 他的工作范围就是Bartender 就是在那个角落里面 在里面提供饮料的 OK 不会给你出来 给你擦桌子 弄这个弄那个 不行 OK 而且你如果对着他大吼说 Hey waiter 他会回你一句 I'm not a waiter I'm a bartender 所有那个行业人 都觉得自己挺高的 他觉得他比waiter 可有水平了 因为他懂得怎么调酒 OK 他不是只是在那里 端盘子伺候人的 所以他们这几个 怎么讲 职业 几个工种 彼此之间是这样子看待的 是的 老师 就是有点像那个收银员 他不会去离货那样子 就是收银员只会在柜台那里收银 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去离货 不会去找 就是 不会去帮你找货什么的 那个叫cashier cashier是什么 结账的地方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今天吃完了饭 可能是cashier来给你 OK 给你结账 你现在234块或什么东西 但如果我现在酒水洒了 小孩不小心弄破了玻璃杯 这种东西 不能你叫那个随便抓个 哎 你那个bartender给我来做了 bartender说我是管酒水 我不做这个东西 然后那个cashier是管结账 算钱 我也不做这个 你只能叫waiter 但你也不能大叫 waiter 你给我过来 也不能这样叫 你说excuse me OK 你可以说 你不知道谁会来帮你忙 你可能说excuse me 引起他们的注意 他们几个人可能就有人在你旁边 他们引起注意了 然后说 may I have someone help me 可不可以有人帮忙我一下 他问你什么事情啊 我小孩把东西打碎了 我们菜弄撒了 我们的水撒的椅子上都是 能不能给我换个椅子 换一把椅子 多加双筷子 多加两个汤匙 这种都是属于 他讲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I'll let the waiter help you 他会说 我会让waiter help you 可是 你讲 他不 这个人不在你眼前 都可以讲 但是你就是不能 当着这个waiter的面 说 you waiter 你这个waiter 就不能这样叫 这是礼貌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就是做waiter的工作 可是你就是不能到着他的面叫 可是如果他的主管说 好 等一下我叫一个waiter 过来帮你清理 这个是可以的 或者你们私下在讨论 刚刚来那个waiter 长得好帅哦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就是不能 指着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指着他说 you waiter 你这个waiter 你不能这样叫 OK you got it 清楚了老师 就是在不同的场合 没错 咱们今天还 就是刚才提到了 这几个职业 还有 英文当中 还有一个千夫长 百夫长用的是 comma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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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perfumer 还有baker 都是职业 都是工种 都是做那个工作 对 对 然后 就是在刚刚这个地方吧 我看什么地方 他有 我不记得在什么位置里面了 比如说他这个地方 他说 叫他们做什么工作 对不对 perfumer 做那个香膏 做香水 做香膏的 perfume是比较浓的那一种 OK Cologne 是香 这种我们一般翻成香精 香水 浓度最高的那种叫perfume 他可能是膏状 古时候的人喜欢用膏状 也有我们现在在百货公司里面卖香水 那个中文一般叫香精 因为他特别浓 他也是水质的 但他是香精 可是Cologne的话是古龙水 古龙水的话就是加酒精进去 就味道就淡的很多 那种是香精的成分比较少了 不一样 perfumer指的是做香膏的这种人 OK cooks指的是做饭的这种人 baker是指烘焙的这种师傅 OK 对刚好我们今天就讲到很多 都是职业上来讲 然后commander呢 commander是下指令的人 就像司令官一样 OK 他是管一千个人的 就叫commanders of thousands 他如果是管五十个人的 叫commanders of fifties OK 他是我们整个army 整个军队的commander 那可不得了了 军队全部归他管 commander of the army 也有这样的用法 OK 他是我们军队的司令官 全部都要听他的 他是三军总司令 那更不得了了 陆海空 天上飞的地下 跑的水里的 全要听他 他是commander OK commander of 什么什么 这样子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上的问题 第九章呢 第九章我们讲了一部分 第九章 第九章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九章 Kish Kish也有很多美国人 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字叫Kish Kish OK好 然后还有什么 impressive 这个impressive这个字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字 impressive这个字 impressive用来指什么 大家指什么 有没有概念 impressive这个字 impressive可以指什么 有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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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留下印象的 假如你做这件事情 这个人有印象的 impressive是不是 尤其指外表 就是这个人的外貌 长得特别好 他看起来太帅了 他的外表 有一种人就是 他站在一百个人里面 你一眼睛就可以看到 他的那种人 像今天讲那个扫罗 他就是高大 他都比一般人要高出一个头 你怎么能看不见他 right 他又长得俊美 对不对 he looks so impressive 还有什么地方 impressive可以讲 除了讲人的外貌以外 还可以讲什么 还有电影 那个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啊 倒不见得一定鹤立鸡群 而是说他非常吸引人 impressive是给人家留下印象 很难忘记他 很难忘记他 然后他很容易留下好印象的 这种人叫impressive 所以所以你这个这个字啊 你比如说形容男人女人都一样 你不一定要用beautiful 女人不一定是beautiful 可是他比如说他来面谈 十个人来面谈里面 他就是每一次他的穿着也好 他的外貌也好 他的那种言行举止 他就让人家觉得impressive 你就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 这个叫impressive OK impressive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impressive his work his work OK his works are so impressive his works are so impressive 指的他做的工作 他做的事情 他的工作能力 OK 他做的事情 his works are so impressive 他做的事情 成绩单交出来都是非常令人 很侧目相看的 刮目相看的 哇 他怎么这么厉害 人家比如说一记的指标 只能达到50万 他一个人可以 比如说卖房子好了 他一个人卖房子 可以卖五六百万 一千万的房子 这个就是impressive 是不是 让你眼球都掉出来的那种 让你很侧目 这个刮目相看的 这种叫impressive impressive OK好 所以你可以讲一个人的成绩单 学业成绩 academic impressive 一个人的长相 impressive 一个人做的事情 impressive OK 还有什么可以impressive 言谈举止呢 impressive 可以 他的behavior 他的言谈举止 the way he talks 他说话的样子 impressive 他一开口 侃侃而谈 我们现在讲中国的经济 他马上就能谈世界的经济了 他马上对于中国的经济了解的 这简直是辽弱执掌 这个very impressive 我当场就可以告诉他 你的knowledge 你的知识very impressive 你一弹起来 就可以好像跟世界的局势 都在你的手掌心一样 你这个人very impressive 还有什么东西impressive 还有什么impressive 中国办奥运的时候 这个叫什么 那个人叫什么 什么导演 弄出来一个很漂亮的 世界都刮目相看 那个是very impressive 那天晚上的晚会 奥运的晚会 very impressive 对不对 OK 一个运动员在体操选手 或者在什么 在场上的表演 very impressive 他打桌球 哇 打世界一名 第一名 他跳水 咚咚咚一跳 一跳出来就是世界第一名 very impressive 还有什么impressive 食物可不可以impressive 食物 吃的东西 吃的东西也是可以impressive 这家餐厅的菜 very impressive 光那个摆盘出来 那个架势 哇 就让人觉得 很厉害的样子 very impressive OK 他穿的衣服 非常的华贵 富太太 手上带着食客拉 拿着什么500万的包 然后穿个什么什么东西 全身荣华富贵 very impressive 这个impressive的意义 就是让人家 侧目相看 哇 一看到他就觉得 眼前一亮 哇 怎么这样啊 哇 他跟别人都很不一样啊 这样子 马上刮目相看 特别看中他 这个就叫impressive OK 有的人字写的好 他的字一拿出来 very impressive 跟别人的字比起来 别人就是写不如他 right 这个impressive OK 所以impressive这个字呢 可以用在很多方面 我们这个里面 今天用到的经文 是那个扫罗的外貌 very impressive 因为他比人家都高一个头 他又长得帅 对吧 俊美 我们里面讲他长得俊美 所以impressive OK 好 还有什么问题 什么方面的问题 impressive也可以指 一个国家的建设 一个国家的工程 非常的宏伟 比如说我们建三峡大坝 三峡工程 或者是我们建一个什么 故宫博物院 或者我们的长城 very impressive 我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 哇 居然这么雄伟的建筑 或者这么伟大的东西 或者是这是几千年历史的东西 very impressive 中国的历史本身就可以说 very impressive 中国这个民族 它的文化本身就 very impressive OK 中国文字的发明 中国的什么什么发明 中国的造子什么 very impressive 这些都可以说impressive OK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 impressive这个字 是很好用的 所以你以后就不用 不用讲人家是什么 handsome beautiful 什么不用停留在这个层次 你可以讲impressive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 这个是讲扫罗 an impressive young man 你用impressive的话 通常一讲这个的话 我们我们一看到有形容人impressive 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肯定体格好 相貌好 就是那种很出众的那种 比如说什么 举个什么模特 比如说我不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什么模特 杜鹃 比如说他走在伸展台上 oh very impressive 他一走出来那个架势 那个名模的架势 very impressive 我没有说他beautiful 我也没有说他什么很信怎么样的人 但是我用impressive这个字呢 就让你感觉就是说 他是那种百里挑一 一群人在里面 就是他让你看 马上就眼睛就会看到他的 那种叫做impressive okay 好 他也没有其他的字 有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 听说 我有个 18节 18节的relief relief okay 好 我是想他搭配的动词 有没有take a relief 一般情况下 他跟哪个动词来搭配 我忘记了 这个relief right yeah relief relief 好 这个地方是relief from什么 right 从什么里面解脱出来 解放出来 叫relief okay 比如说一个妈妈 她现在家里面 两三个孩子哭啊闹啊什么的 好 现在这个爸爸很体贴她 好 我帮你看孩子 或者是二姑妈大表姐来家里面 我帮你看孩子 你出去玩一天 就是 what a relief 她就得到很大的放松 很大的解脱了 是不是 这个叫relief okay 这个relief也可以说 她从一个疾病里面relief出来 她本来得癌症 现在癌症呢 解脱了 她那个癌症经过治疗什么 好了 right 她就从那个里面解脱 释放出来了 叫relief okay 她从某一种情绪 本来是一种 很压迫感 很重的 或者是每一天 很神经很紧张的那种 relief from 她从那个里面 给解脱出来了 okay 好 那你要 你要造成 你现在要用的动词 你要表达什么意思 就是 得到一个释放 就是 想 得到一个释放 就是想表达 我得到一种释放 就是能不能用 take a relief relief 它是名词 它跟哪一个动词 经常来搭配 okay 好 I 你可以说 obtain okay 你也可以用 get I get a relief I get a relief I get a relief from 通常 relief 后面 倒不在于 它的动词 它的后面一定 from 什么事情 你从什么东西 之中 解放出来 什么东西 之中 解脱出来 这个后面要写一下 我从什么 癌症 我从这些小孩子 从忧虑 从这个 烦闷的 沉重的功课 从这个 相当沉重的 这种工作压力里面 relief 所以obtain I get a relief 这个都可以 okay 好的 了解到了老师 那如果你要说 你要是说 这个东西 it caused it caused 什么 it gives me a relief 这个可以用get 这个东西 给我一个 一个放松 这个上海 现在本来是 居家隔离 什么什么 让我非常非常紧张 那我现在呢 突然间松绑了 现在大家都可以 出来购物了 可以干什么 it gives me a relief 就让我非常放松了 非常释放出来 解脱出来 a relief 本来我们这个地区 很多人得病啊 新冠什么 现在突然间 放松了 解脱了 没事了 就relief了 有的人是需要吃药 去relief 你知道吗 有些人 忧郁症的人 他很紧张 很怎么样 ok the medicine 我们可以说 the medicine ok get me a relief from 从什么里面 from 比如说 depression 从忧郁症里面 给我得到一个解脱 出来了 我吃了这个药 我就放松了 get me a relief from depression ok 这个忧郁症是不会 不太容易治好 所以可能不是cure 不是治好 而是说那个药吃下去 就让你全身放松了 然后你就得到 暂时的这种解脱 这种释放 这样子 ok relief 所以他给你 一个什么东西 he gave me give me a relief 我得到 我可以说 I obtain a relief I get a relief ok 动词的搭配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第九章的 第六节 come true 第九章的第六节 ok 好 请说怎么样 那个 come true 那是意思 不太清楚 第九章的第六节 第六节 是不是不同版本 oh comes true comes true 好 ok好 现在 他们是怎么办 找不到驴子 对不对 驴子一直找不到 驴子一直找不到 这个仆人 跟他是同行的仆人 仆人给他了 他给建议 他说我告诉你 这里现在呢 听说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神人 这个神人很厉害 man of god 常常都是这样翻译 man of god 他是个神人 可厉害 he's highly respected 大家是相当的尊重他的 ok everything he says comes true 所以你不要想说 怎么says 又来个comes啊 两个动词 是这样吗 不对 everything he says 整个是一个 这个句子的主语 everything he says 所有他说的东西 动词在这里 comes true 都会成真 都会成真 成真 就真的会应验的哦 会应验的那种 叫comes true ok 所以比如说 我现在举个 我造个句子 ok my dream come true ok 我造一个句子 我的 my dream comes true 我的美梦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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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做这个 世界迷魔 现在我的美梦成真 我真的成了个 世界迷魔了 我想选中国小姐 我真的选上 中国小姐了 我想成为 亿万富翁 我真的成为亿万富翁 my dream comes true ok so come true 就这样用的 ok 他所说的 都会成真 all he says comes true 这样子 好 有没有问题 没有啊 谢谢 刚才那个 God 那God 为什么大写 这神人 神人怎么样 他 是 A man of God 告示大写 我也以为是小写了 好 你知道这个God 的意思是什么吗 man of God 在圣经里面的 man of God 指的神人是 是哪个神 不是随便什么 火神 水神 山神的那种神 凡是神人 都是敬重耶和华 他为神传达 信息的那种 不是我们想的 那个什么摸骨师 算命师 什么那种的 不是这种的 这种人 他都是传达 耶和华的信息的 所以他的这个God 用的是大写的God 那就是这个人 他是传达 耶和华真神的 信息的人 叫man of God 像我们圣经里面 像以利沙 有没有 以利沙 OK 他也是神人 他就是神人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prophet 先知 对不对 对 所以 Elisha 跟Elisha 他的学生 他的师徒 两个人 都是神人 都是替神传达信息的 而且他们都是 爱神的 都是成为 被称为先知的 OK 所以 Got it I got it 对 所以 你看到这个God 是这样子大写的方式 你心里就已经明白了 他是哪一国的 他是属神的 他是属我们 耶和华神的 他不是那种 什么非力士人 随便信这个神 那个神 乱七八糟神的 那种 不是 OK 好 Good Very good 哪里 这一节吗 还是哪里 上一节 然后 You're going to read out read RID 那个read 是吗 我听不太清楚 你讲话 哪一节 我也没想到 我现在有一些 你 有什么 You're going to read ou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问题 好 还有问题 这个 这个Sax 跟Bags 有什么 不同 S-A-C-K 跟我们的Bag B-A-G 有什么不同 你知道吗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中文什么意思 这个Sax 比如说他这个 他食物 装的袋子里面 囊中的食物 他说囊中的食物 都没有了 Sax 跟我们一般的Bag 有什么不一样 S-A-C-K S-A-C-K 红状就是一个 一个包起来的这样子 这个是Sax OK Sax Bag 这两个字 OK Bag我们都知道吧 Bag就是一个袋子 对不对 一个装什么东西的 可以 可以 如果是 比如说一袋木炭 一袋木柴 我们都可以用Bag 都可以用Bag 所以Bag 可以是很大的 OK Sax的话呢 通常是小一点的袋子 小一点的袋子 OK 然后一般来讲呢 都是 装比较小的东西 比较 因为这个Sax呢 是比较 比较便宜一点的东西 OK 所以 或者是有的时候 有些东西呢 他们 如果你是 比如说Sax通常是 Sax通常是一个小袋子 小手袋 或者是装一个什么 吃的东西 比如说把食物放在里头的 或者是有一个Sax 是像比如说像什么东西 像装一点什么 珠宝在里面的那种 叫做Sax 我们不会用Bag Bag都是比较大一点的 所以Sax通常是比较小的 然后它的材料在那个时候 就业的时候 一般Sax就是动物的皮革做的东西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Sax and Bad 然后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衣服的侧带 有没有 衣服的口袋里面 有个内带 那个可以说是一个Sax 但是不是一个Bag 如果Bag通常是它独立 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提带 然后我们的衣服 我们一个塑料袋 我们一个什么可以手抓着什么 那种做Bag 可是我们衣服侧边开了一个小口袋 比如说我们可以叫做Sax OK 所以这个是差别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没有其他的字有问题的 有没有其他的字有问题的 老师 请说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两个包啊 我又想到了一个包 好像是Pack Bag P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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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ck呢是什么东西 Pack通常呢 不只是拿在手上 一般是肩上背的比较多 是Pack 比如说我的行李包 Pack OK Pack 然后或者是像邮局的人 邮差手上拿的 或者是寄信的时候 我们那是一个Pack 一个Pack Pack 所以那种扁平的装信的那种 也可以叫一个Pack 一个Pack 一个Pack 背了很多的邮件的那种 可以叫一个Pack OK 这样叫Pack 所以Pack跟Sack 跟Back不太一样 Pack通常自己都要有自己 比较方方正正 Pack比较方方正正 或者是Pack有时候 是背在肩上的那种 都是比较有形状的 方方正正的 Sack就不一定了 Sack的形状可以多变化的 Back也不一定 Back呢很多时候 比如说我们讲Handbag 我们指妇女的Handbag 手提包 你们叫什么 提包还是叫什么 Whatever包 OK 买个包包Handbag Handbag Handbag指的是 拿在妇女拿在手上的 那种手提包 叫Handbag OK 那个是Back Sack呢就会是 有点像你没有看过人家 出席宴会的宴会包 那种比较小的 里面可能最多只能装一个 装一个手机 或者装一只口红 比较小的 然后又装饰的很优美的那种 那种可以叫一个Sack 但是那种就不叫Back 如果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包包 的话 手提包 出席宴会我可以拿那种 可能就是手提包 那就有挂在手上 拿在手上那种 我们可以叫Handbag OK Sack通常是一个小布包 或者一个小的东西 很小巧的 我拿在手上 我就可以 或者是衣服内里的 那种侧边里的一个包 OK Steven有什么问题 请说 你 你说完 我再问一个问题 OK 好 包大概就这样子 还有没有Victoria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包 老师我没有了 我在里面刚才讲的 对老师 就是个装酒的那个皮囊 也是这个也是Sack 就是装酒的在街里头 对没错 装酒的那个 就是比较没有形状的那种 它就是可以比较 比较灵活一点 各种形状 那个叫做Sack 那是一个Sack 他们通常都用皮子做的 Sack 老师就是 Bag的前面 它一般可以加一些 像汗的呀 Plastic塑料的呀 这是什么材质的 可以加 你说Bag的前面 还是Sack的前面 Bag的前面 Bag的前面 对 像塑料袋一样 Plastic Bag 这样子 对 Plastic Bag OK Handbag本身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通用 大家约定俗成的 就是指 妇女的手提包 那个叫Handbag 然后 你如果是做这一行的 我告诉你 那东西可多了 Shoulder Bag 还有Shoulder Bag 就是从肩膀上挂下来的那种 跨包 Shoulder Bag Handbag Right 还有一种像 有一种背包 有没有 叫Backpack Backpack 背在肩上的那种 LV就出过那种包 两个背在肩包 背在双肩的那种 很多种形式 看他们怎么叫 OK 他们有时候 为了要 争取 斗艳 他还特别给他的包 要取个特别名字 OK 所以大部分是这样 Back的话就是 但是一般统筹 你在机场里面的时候 如果我手拉一个包 因为 大件的行李 比如说我现在要坐飞机 大件行李都已经check in了 都已经 都已经交给航空公司了 对吧 拖运了 没有拖运的 我拉在手上 就是可以上飞机的那种 那我过安检的时候 他们统称全部都叫Bags Put your bags on the bell Right 让你放在那个 滚动的那个皮带上面 他们要做X光的测试 看看你里头有什么东西 他一律都叫Bags 不管你是什么 小小bag 大bag 什么 就算你拉个 拿两个塑料袋 扛在手上 反正一律 Put your bags on the bell 他就统称Bags B-A-G-S Put your bags on the bell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Sack通常都是比较小的 比较灵活的 它的形状不太固定的 比如说我的这个旁边 缝了一个内带 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 人家的鞋子旁边 有时候有个拉链拉开 那儿可以放一张钞票在那儿的 那也是一个Sack S-A-C-K 那是一个Sack 我的 我的 我的什么衣服的侧边 大衣的旁边有个暗带 那个暗带我们叫做 阴暗的暗 暗带我们就叫 那是一个Sack OK 那是一个Sack 这样子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问那个问题 你看一下我 贴上希腊论 看看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说怎么样 I grabbed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today 然后呢 那里我觉得应该是用过去试吧 I just grabbed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到那里是 没有写过去试试吧 不一定 如果你没有today 就是我们俩在聊天 你刚去干嘛 Oh I just grabbed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我刚去Burger King买了一个 拿了一点什么吃的 抓了一个什么吃的 不一定要用过去试试 因为就就刚发生嘛 美国人有时候不用过去试试 那你刚吃了吗 Grab Grab是不一定已经吃了 也许还放在手上 还没吃下去 Grab只是去拿了什么东西 就像我们用口语讲 我刚去抓了点什么东西 我刚去买 其实意思是买的意思 我去买了点什么东西 吃的东西 那个还是那个 可不可以用in啊 什么 from Burger King in Burger King to there Grab something in Burger King OK 首先它是个店 你在那个店里面 通常比如说 对面的那个小杂货店 我去那里拿了一瓶酱油 那个小店通常是at at 如果你要强调说 我现在人就在这个店里 I'm in the store OK I'm in the Burger King What do you want? 我现在就在 Burger King的店里面 你要什么 比如说你要不要吃啊 我刚买了一个burger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用in 那今天完成烧板 那现在 现在他说的这句话 from Burger King 他的意思就是 from Burger King no 你要了解他的意思 我刚刚去那个地方 从那个地方 我买 抓了一点东西吃 从那个地方 from Burger King 从Burger King那里 买了一些东西吃 from什么店里面 那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 不是 那他的意思就是 现在没有在 在Burger King那里啊 I just grab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有可能 这个感觉上 他有可能 他人 才刚刚 有可能还在Burger King 不一定 我可能我打电话去 Oh I just grab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我刚从这个Burger King 里面拿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可能还没有离开这个店 那我说 你还没有离开 你也帮我买一个Burger吧 可以啊 那又不可以用in 那只能够用from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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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ven 语言本身是很活泼的 你要看 你都可以用 可是你表达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要告诉你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意思 OK OK 你给对方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 OK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 OK 你现在是 你这个句子是说 I grab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OK 我不要用today 我不要用today 我现在就是 I just grab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这个句子强调的是 我刚从Burger King 这个店里面 我买了一些东西 抓了一些东西吃 OK 好 这是第一个 如果我用的是in的话 in Burger King 第二个情况是in OK Burger King OK 我是从他的店里面拿的 OK in I just grab something in Burger King 所以我是从他店里面拿的 不一定有可能 我拿的东西不是汉堡 反正他店里有什么 我就拿什么东西吃 那我打电话去的时候 也许你还在 我会问你说 zare you still in the store 你还在那个店里吗 说yes I'm still in Burger King I'm still in Burger King 我还在这个店里面 Burger King的店里面 那我说好 那你给我 帮我也买一个 什么什么burger吧 OK 这是in OK 如果我说at Burger King Burger King 你现在人在什么位置 讲的是这个地理位置 I'm at Burger King at Burger King 今天早上十点钟 警察问你 十点钟说你人在哪里 I at Burger OK 好 今天早上 I was at Burger King 这是讲我的地理位置 这三个句子 这三个讲法都可以 in at 都可以 但是我讲at Burger King 的时候 我强调的是我的地理位置 in Burger King 强调的是我在那个店的里面 然后from Burger King 我是从那个店里面买东西的 从那个店里面买东西吃的 比如说我碰到你在街上 Steven 你这手上的这个burger 从哪买的 Oh I just grabbed something from Burger King from Burger King 这个汉堡是从Burger King来的 不是从麦当劳来的 不是从麦当劳来的 是从Burger King来的 So Depends 是什么意思要表达 他想表达的意思 就 他是从那里买来的意思 这个用那个 可以跟表达的意思不同 不一样 不一样 比如说早上十点钟 你 你 人在哪里 你怎么没有去上班 I was at her house 在她的家里面 他叫我到他家帮忙 所以我今天请假 没去上班 I was at her house OK 那你今天在 十点三十五分的时候 你人在哪里 十点三十五分的时候 我是在她的房间里 我可以这样讲 I was in her room 我在她的房间里面 In her room 我人 physically 我人就是在她的房间里面 In her room OK 那你在她的房间里 当时看到什么 我看到地上有雪 我看到窗口有花 我看到地毯上有泥土 OK In 对不对 好 你现在你手上 你现在你手上拿了 拿了什么一束花 你这个花从哪里来的 这个花 OK 我可以说 The flowers were from her house from 我用一个from 跟你的burger king一样 我是从她家里拿来的 The flowers were from her house OK 好好 明白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所以 借词不一样的时候 表达出来你的语气是不一样的 OK 好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very good 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啦 OK good 好 有什么其他的话 我们可以下一次再来谈 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发表 然后那个读经的话 那个雅各书的话 我发觉大家现在都念得很流畅 very good 所以短时间之内就可以看到效果 所以读经是非常重要 你要读到声音要出来 然后你读的时候 你自己听你自己的声音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把你的声音听了以后 你就明白这个声音就可以记下来 在你的脑海里 下次你要说的时候 很自然就说出来 OK 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进步 OK 好 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啊 在今天真的是风风风风风 为我们预备 我们每一天课堂上 我们都学习到好多 神让你的爱浇灌了我们 让我们真的能够分享出去 流淌出去 让我们渴望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 让他们来 来面向你 来归向你 神来感谢你 引领我们走这条福音的正道 我们也从今天 今天的这个萨摩尔记里面 我们学到了好多 每一天我们这些经文 都让我们非常有体会 我们渴望在我们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 我们能把这些故事都分享出去 给我们的孩子 家里幼小的孩子 或者是我们分享给我们的邻居 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让他们都能够分享福音的答案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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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建议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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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进步 谢谢 每个人都进步 不会不会 Johnson 你现在念得很好啊 你进步很多 谢谢 建老师的功劳 你可以 你可以当你 当你妹妹 当你妈妈的小老师 你可以做小小班代表 你可以去帮帮他们了 OK 好 谢谢 那我们有问题的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跟你们 对 一